大家好 我现在中国最北的城市墨河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俄罗斯呢 听说当地的物价呀特便宜 今天我要花100块钱 看一下在当地都能买点啥 这地面都非常滑 全都是冰啊 就走两步就能滑起来 现在才下午的三点半 路灯呢就已经开起来了 天已经快黑了 这个坛是卖这个冰糕的啊 这冰糕呢就不在冰库里面 就直接这样卖 然后这边还有卖冻柿子的 这应该是冻番茄啊 这个比柿子小一点 这个柿子呢特别的硬 冻梨 哇好硬啊 老板你好 这怎么卖的 10块钱3斤 这全都是是吧 全都是10块钱3斤是吧 行你给我拿着袋子 我一样剪一点什么 搞点这个山楂 咱们再搞点冻梨 这冻梨呢有这个黑色的 咱们就剪黑色的 我觉得这个黑色的好看一点 这个大的再来两个 再来两个冻柿子 这现在如果不解冻的话 是完全吃不冻的啊 冰冻的西红柿再来两个 这里是接近3斤啊 9块8毛7 那就你给我收10块钱吧 这老板特实在 说这真不够 这我拿个小柿子 谢谢啊 为什么不让摄影师进去呢 是因为这室内与室外啊 这个温差特别大 然后呢进去之后 镜头就取物了 咱们再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去 这边是卖鱼的 这个鱼呢也是直接放在外面呢 就已经冻干了啊 我看这个沙丁鱼呢是4块5一斤 还算挺便宜的 这个咱煮不了 咱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这边天真是黑的特别快 现在4点吧 逛了一会儿 然后天就完全黑了 我看这有家特产店啊 这个挺神奇的 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这不是柴火吧 有点看不懂 我问一下老板啊 这里还有很多小饼干 我看这上面呢 都是写的俄罗斯的语言 河对岸过去就是俄罗斯了 所以说特别方便啊 老板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画素绒 画素绒是用什么用的 主要是酱口酱酱高的 哦就是炖着吃的是吧 是猪水泡水的 哦你看 特别像一块土啊 我看你这都是卖的是俄罗斯进口的一些东西啊 有乌特嘎吗 乌特嘎啊在这啊 我们看一下乌特嘎啊 这个乌特嘎最便宜的是多少啊 这个多少钱 45啊挺便宜 这个这个多少钱呢 这上面有个熊 就是很俄罗斯的一个风格呢 这是多少钱 50也挺便宜 还有什么俄罗斯好玩的东西 巧克力 巧克力是吧 那买个巧克力 这个你看纯粉的很浪漫 这个就是800块钱一个乐的路边 泡酒喝 还可以顿着吃是吧 因为咱们今天有很多东西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没有买比如说乌特加 望远镜 然后100块钱也不够 咱们再逛一逛 待会再去整个当地的口串 我们去一下他们当地最大的超市 看一下吧 这边超市的物价 有些什么不一样好吧 听当地人跟我说 这就是一家特别大的商场 里面有一家特别大的超市 但这就才4点多 这里面就没啥人了 这商场很东北特色 卖的都是后手套 后帽子 后棉袜子 很东北你知道吧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超级大的薯片 还有这个 特别大 这个也都特别特别大 价格才9块9 来的 我发现他们这超市价格都特别便宜 这个沙奇马是4块9一斤 这个红肠在哈尔滨要卖20多 在这里只要9块9 三根大红肠 你看这大葱有多大 没来东北之前 我就知道东北人爱吃大葱 但是和内地那个大葱 是完全不一样的 待会去弄串的时候 要吃几个大葱去 这橘子竟然才1块钱一斤 特别便宜 多买点 一共多少钱 11块9 11块9 现在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才花了31块钱 有很多东西 我在这边用不到 我决定把剩下的钱 拿去吃个小烧烤 看看当地的烧烤怎么样 走起 好 我们来卢串了 在东北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色 烤鸡蛋 咱们来试一试 这就是烤过了鸡蛋 它比起那个煮的鸡蛋来说 它真更香一点 然后把刚才说的那个大葱 也给安排上了 你看多粗一个 它东北的大葱 它很香 然后也是很甜的 就像它吃水果一样 可以 还有这个烤面包 烤鸡蛋 尝尝 挺香的 但是它比起四川的这个 好照来说呢 就是我感觉它这个放辣椒 放的挺少的 孜然啥的这个都有 这个新鲜的烤蘑菇 我看他们这边大街上 卖蘑菇的挺多的 虽然是冬天了 但我就总感觉缺点辣味了 我们吃完了烧烤 再来尝一下这个洞梨 好冰 我两颗大门牙咬下去 就是感觉牙齿快掉了 特别疼 这个果肉吃到嘴里面 它其实也没啥区别 它就是普通的梨子 拔凉拔凉的感觉 我听说他们东北人 从小就习惯吃这个洞梨 是因为在东北 这冰天雪地里 以前的不方便运输 所以他们就把这水果冻起来 大概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水果 我的两颗大门牙 它快受不了了 这个洞梨快被我啃完了 真的非常的冰 它就像冰糕一样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就我已经吃到鼻涕都出来了 我就感觉我快要吃感冒了 太冷了 刚才大家看到这顿烧烤 是77块钱 然后这100块钱已经不够了 我觉得算是挺便宜的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